世界之大,无疾不有 大家好,我是猫哥 每个人出生时的生活和命运 都不可能呈现完全相同的姿态 母亲坚强的怀态十个月 却不能阻止悲剧的到来 连体双胞胎的诞生 彻底改变了一些家庭的命运 而在看了这影片之后 你肯定会觉得原来 自己才是那幸运的人 接下来,我将为你带来 六个极度罕见的连体双胞胎 第六,Abby和Britney Abby和Britney 他们可能是世界上最著名的连体双胞胎 在199年,美国明尼苏达州出生的他们 在六岁的时候 就成为轰动一时的新闻头条 他们有两个头和一个身体 然而,虽然说他们看似有个正常的身体 但内在的器官数量却异于常人 Abby和Britney的腰部以上有着两套器官 意思是他们各自都拥有自己的心脏 自己的胃 三颗肾脏 和两根不同的脊椎 但却共享着一个生殖器官 这种情况在连体双胞胎群中也是相当的罕见的 因此他们也被邀请成为美国一个著名电视脱口秀的嘉宾 你能够想象他们每天都必须腻在一起做着同样的事情吗? 其实一开始对他们来说还是挺难的 Britney负责控制左边 而Abby则负责控制右边 但最后他们还是学会了互相理解 和如何协调自己的动作 除此之外 他们凭借着毅力还学会了如何弹琴 甚至还考上了驾驶执照 上了大学 还成功地拿到了两个学位 不少的人都被他们积极且正面的态度所感动 在2005年时 埃及的一位双头女婴 Mena Maggot轰动了全世界 她一出生的时候就有两个头 而第二个头有正常的五官 但却没有与任何的内部器官相连 这也被人们称为头部寄生胎 这是因为胚胎在子宫内分裂 但却没能完全地发育成为双胞胎 而奇怪的是 她的第二个头竟然可以眨眼和微笑 但并不能独立地存活 而是否能独立地思考也不是太清楚 这也让Mena无法过上正常的童年 而在医生的建议下 她的父母想尽了办法来凑钱给她做手术 并成功地切除她的第二个头部 手术后情况似乎有所好转 但这感人的故事却是一个悲剧 来作为结尾 在Mena出院不久后 因为严重的脑部感染 又再次入院 情况非常地糟糕 而最终还是因为感染不治而去世了 第四 Sivanaf和Sivram 在印度 有一对12岁的连体双胞胎兄弟 他们的腰部是相连的 与出身便共享下半身 除此之外 他们也拥有四只手和两只脚 尽管生活上有诸多的不方便 但两人已经很习惯对方的存在 也不想分开 而每次他们一出门 便会引起村里居民的骚动 原因是大家都相信 他们是由天神转世的 甚至走在路上时 还会有村民对他们进行膜拜 在这路片中我们可以看到 目前他们不仅会互相帮忙 也会吃饭 洗衣服 为彼此梳理头发等等 除此之外 他们还会一人踩踏板 一人掌踏方向 骑着特制的三轮自行车去上学 他们也和同学们相处得非常融洽 见过的人都觉得他们非常地不可思议 父母也为他们感到骄傲 有医生在看过他们的情况后 认为通过手术有机会将他们成功地分离 但这也意味着 其中一人可能会因为没有下半身 而需要别人的照料 而对于已经相处12年的他们来说 他们认为目前的状态是最好的 也不希望被分开 想永远地互相帮助 陪伴彼此一起到老 在加拿大福农市 有一对名叫Krista和Tertiana的连体双胞胎 他们不只是头部连在一起 连大脑都是相连的 而其实早在刚出世住院的时候 他们的父母就感觉到了孩子的感官有点不同 当给一个孩子打针的时候 连个原本安静的孩子 也会突然间放声大哭 好像感受到另一半的疼痛那样 而之后的某一天 Tertiana面对电视在看节目的时候 看着看着他和Krista同一个时间笑了起来 要知道 因为角度的问题 Krista是看不到电视的 这时他们的母亲开始怀疑 难道他们真的能互相通过对方的眼睛 看到这个世界吗 于是 医生在两姐妹身上做了一个小试验 他把Krista的眼睛蒙住 然后将电极连接在她的头上 这是用来检测大脑自身产生的微弱电流 然后 他用平闪灯射向Tertiana的眼睛 结果发现Krista的大脑的视觉成像区 也出现了一股强烈的脑电波 这也证明他们的感官真的连通了 而之后 家人也尝试了不同的实验 但他们的母亲将其中一人的眼睛关着 然后把玩具拿给另一边看 被关着的那一方 都能正确地回答手上所拿住的玩具 记者在一旁看得目瞪口袋 而猫哥自己也非常地好奇 他们所看到的视角究竟是怎么样的呢 第二 Tress Johnson 不久前 一名生活在美国的小男孩 Tress Johnson度过了他的13岁生日 这对普通的孩子来说 没有什么特别 但对Tress 与家人来说 却是一个非常重大的里程碑 因为他出生 就是双面积胎 你可以看到他脸上 有一个大裂口 还有两个笔枪 夹他的头部也有点变形 而在他出世之后 医生甚至直接断言 这孩子的生存几率为零 这是因为到目前为止 世界上只出现过36个病例 当然也只有Tress 坚强地存活了下来 而这一坚持就是13年 几间 Tress所承受的折磨是无法想象的 因为这病情 他患有任职延迟 并且有电线症 而为了重塑投骨 收小裂口 及介绍抽搐 他接受了多次的手术 他甚至还被外人 成为怪物 父母也为此心动不已 虽然Tress的性质就像小婴儿一样 但他一定也能够感受到父母的爱吧 第一 Carmen和卢比塔 当Carmen和卢比塔 这对连体双胞胎出生时 医生就告知了他们的父母 他们应该活不过三天 但这对连体双胞胎 似乎不肯放弃 战胜了困难 坚强地生存了下来 他们有两只手臂 一只腿 各自也有各自的心脏 肺汗胃 但却共用着消化系统 和生殖器官 而直到现在 他们也已经是接近20岁的青年了 Carmen和卢比塔的性格差别很大 Carmen非常的活跃 且擅长学校的生活 而卢比塔则是喜欢安静和阅读 Carmen喜欢化妆和描远线 而卢比塔则不喜欢 他们的朋友也对此感到非常的诧异 不明白 共用一个身体的他们 怎么差别会如此之大 但这件事情 对于这对想胞胎来说 是再正常不过 因为他们自己也认为 他们本来就是两个不同的人 然而不幸的是 拥有脊椎测完问题的卢比塔 已经严重到了不可忽视的地步 更导致现在他的肺部 仅剩下40%的功能 分离手术是唯一的解决方法 但这意味着 他们彼此都只会剩下一只脚 接受术风险太大 所以他们只想接受命运的安排 生其自然地过接下来的生活 看完影片后 你觉得哪个连体酸挖胎 是让你印象最深刻的呢 在下方留言 让大家知道吧 除此之外 也欢迎大家在下方的留言区 补充我所没有提到的知识哦 还有如果你喜欢这期影片的话 记得按赞 订阅即可切小铃铛 接下来本频道还会推出更多有趣的影片 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